剛剛你說有希望跟其他黨團結合作 不過因為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國會是三黨不過半 那你首先要面對的是2月1號的新民意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會爭取立法院的正負龍頭 那我們跟在野黨有合作的空間嗎 因為之前選前藍白有說他們要合作 那韓國瑜可能會當立法院長 那對於這點你怎麼看 然後另外距離520接棒其實還有四個月的時間 這段時間你有沒有哪些要優先推動的項目 然後最後來一個比較輕鬆的 就是你可以談一下你們的那個慎選的行務歷程 然後你們等一下有沒有想要優先做什麼 謝謝 好 謝謝 我剛剛在支持的時候已經有跟大家報告 就這一次台灣人民決定 要有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以及一個有效率監督的國會 我身為總統領導國家必須要尊重這樣的民意 所以我未來不僅僅我會打造開放政府公開透明以外 也會跟在野黨進行溝通交流參與合作 來解決台灣所面臨的各項重大問題 第二個是我現在還是副總統 在520之前我還是副總統的身份 所以我還有副總統的工作必須要禁止的完成 那當然我也是總統當選人 在未來幾個月裡面最重要的工作 應該是尋找人才 然後組成好的政府 來服務台灣人民 又是最重要的 有關感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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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根本讓民間 是一種課